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8月8号 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早上你好 我是好 想一头条就要来关注到拉警报了 因为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 埃及民航部现在聚报 因伊朗当局的要求也通知当地所有航空公司 在格林威治时间8号的凌晨1点到4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到中午12点 避免飞越伊朗领空 有以梅则报道称 以色列预计真主党将会首先展开报复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视察征兵基地并发表讲话 呼吁以色列的民众保持冷静和耐性 强调以方已经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准备 正在打击敌人并且有决心自卫 以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 以色列攻防两端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以色列全国严阵以待 而军方和医院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要等待来自于伊朗和盟友的攻击 而以色列的救护部门 已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中心 储备了大量的血液 当地的工厂已经将危险的物料搬出 政府也正在检查防空洞和供水系统的 因伊朗当局因军事训练避免飞跃其领空的要求 埃及民航部据报已向所有埃及航空公司发出通知 在北京时间7号下午4点至晚7点 以及8号早上9点至12点 各航空公司搬机避免飞跃伊朗领空 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预计黎巴嫩真主党将首先展开报复行动 并警告称若触及伤害平民红线 将采取不成比例的回应予以反击 另有1媒报道 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前往以国防军 议政兵基地视察并发表讲话 他呼吁以色列民众保持冷静 称以方以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准备 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我们应该是以色列领兵基地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提供一些 同一天 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在一个空军基地表示 以色列在进攻和防守方面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将知道如何在黎巴嫩加沙和中东的任何地点 发动非常快速的攻击 他并指出 辛瓦尔成为哈马斯新任领导人 并不能免除他是杀人犯的事实 以军将智力将其铲除 以离冲突持续 就以色列边境城市萨法德遭十枚火箭弹攻击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表示对袭击负责 并称目标是一个以军基地 目前没有受伤报告 以军7号表示 此前出动战机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 打死真主党反坦克战线指挥官哈桑·法尔斯·贾西 对此 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 此外 当天早前 以军战机还空袭了离南部多处军事建筑 并用火炮对相关地区的目标进行了远程轰炸 凤红卫视 综合报道 野门胡塞武装在7号表示 胡塞武装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和乌人机袭击雅丁湾的 两艘美国军舰和一艘位于鸿海的商船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说 这两艘美军军舰当时正在向鸿海北部航行 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 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乌人机 分别对于美国海军驱逐舰拉布恩号 以及科尔号发动攻击 另外 胡塞武装也攻击一艘悬悬挂利比利亚 国旗的货船 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之后 伊朗誓言要报复以色列 所以中东的局势骤然紧张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致电伊朗新任总统 佩泽西齐扬 呼吁伊朗做出最大限度的克制 避免地区冲突升级 现在 佩泽西齐扬就强调 伊朗一直在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安全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伊朗有权对以色列政权的侵略行为 做出相应回应 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 佩泽西齐扬当天接到马克龙的电话 马克龙对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 敦促伊朗保持克制 避免新的军事冲突升级 否则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佩泽西齐扬告诉马克龙 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 寻求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佩泽西齐扬强调 杀害哈尼亚是以色列企图 进一步煽动地区战火 伊朗将避免战争 把建立全球和平与安全 视为伊朗的基本原则 然而 在国际法框架内 面对侵犯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为 伊朗永远不会保持沉默 佩泽西齐扬强调 如果美国和西方 希望阻止地区发生战争 就应该立即停止向以色列 出售武器和支持以色列 迫使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 和对加沙的袭击 并接受停火 佩泽西齐扬警告 只要以色列在西方政治 经济和军事支持下 继续在加沙和其他地方 进行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 地区和世界就不会实现 稳定安全与和平 这是近期 马克龙第二次 与佩泽西齐扬通电话 对地区局势表示担忧 方卫室正开旅日穆森 德黑兰报道 在中东局势升温之际 美国白宫旗号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 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达成停火 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美国相信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而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与盟友 进行密集的外交斡旋 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升级 美国白宫7号表示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 辛瓦尔的上任 并不会给中东局势 带来变化 白宫敦促他尽快接受 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 科比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达成停火 和释放人质协议 谈判中的分歧已经缩小 美国相信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但科比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透露 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与此同时 美国与以色列正在为伊朗 即将对以色列展开的 报复行动做准备 白宫证实 目前美国与盟友正在展开密集外交 试图让局势降温 白宫还警告称 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报复行动 美国也将确保对以色列的防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经指示调整美军态势 让美军在中东地区处于有利位置 应对任何来自伊朗的袭击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一路看下来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 哈马斯也宣布 新瓦尔要接替之前遇袭身亡的 哈尼亚 成为哈马斯新任的政治局领导人 这也得到了伊朗军方的赞扬 认为这一项任命将会进一步的加强 抵抗组织的力量 要加速巴勒斯坦人追求自由的进程 据伊朗国家英文电视台7号报道 伊朗正规军总司令乌萨维 当天称赞新瓦尔是当代伟大的战士 他说 哈马斯对新瓦尔的任命 表明了巴勒斯坦战士和哈马斯 打算继续走下去 这样以色列的未来就没有希望了 乌萨维强调 以色列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强烈而明确的回应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 当天也向新瓦尔和巴勒斯坦人表示祝贺 他表示 这项任命是最好的选择 让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极为担忧 新瓦尔有杰出的领导能力 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斗争的旗帜不会倒下 胜战者将继续坚强地走下去 有报道称 新瓦尔是去年10月 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风暴 突袭行动的主要策划者 2012年 新瓦尔第一次访问伊朗 见到了哈梅内伊 他还会见了其他伊朗官员 包括已故革命卫队 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 伊朗媒体分析认为 鉴于新瓦尔与伊朗关系密切 抵抗轴心和巴勒斯坦人 很可能在伊朗的支持下 在反抗以色列方面 取得更大进展 王卫视 郑卡里日穆森 德黑兰报道 英国反移民示威浪潮 气候持续 也触发了反对示威的民众 上街集会声援移民 甚至保护受威胁的 移民中心等场所 而警方当天拘捕了多人 包括涉嫌在社交媒体 煽动仇恨或殴打他人 把砖块投向警车等 英格兰一个购物中心 据报有暴徒进入店铺抢掠 多家店铺也陆续关门 避免损失 也有暴徒向护卫员挥拳 遭对方击退 网民指这里位处于 伦敦以西的豪恩斯洛 当地一条商业街 附近有穆斯林中心 有青年手持棍棒走过大街 警方加派人手在街上巡逻 防范示威者姿势 并向可疑人士查问 据报西伦敦的布伦特福德 一家律师事务所 遭到右翼分子威胁 警车前往增援 消息指南伦敦就拘捕了8人 涉嫌殴打紧急救援人员 并藏有攻击性武器 由于伦敦等地 预计有过百个极右翼集会 大批反种族主义者也上街 他们人数众多 生源难民或移民 集会气氛相对和平 据报利物浦有民众 在教堂外筑成人墙 保护教堂为移民 提供咨询服务的中心 左翼反种族主义者 在同一场地遇上右翼示威者 警方部署大量警力维持秩序 英国许多大型机构 担心抗议活动演变为骚乱 鼓励职员提前回家 据报德意志银行 已经告诉驻英国的管理层 给予员工通勤时间的灵活性 国民西敏寺银行也通知员工 如果特定地点的安全担忧家具 可能会要求他们居家工作 伦敦及英格兰北部 在入夜后人群未见散去 东伦敦的街上出现警民对峙的情况 据报利物浦地区的刑事法庭 裁定三名男子 应参与暴力骚乱被判入狱 其中一人应袭警被判囚三年 另一人涉及纵火焚烧警车 判囚28个月 其余一人涉及种族歧视 被判入狱20个月 英国反恐警务负责人 祝克斯证实 有反恐探员参与这轮暴力事件的调查 包括搜集情报和协助策划行动 他扬言会运用反恐法 检控那些违法的人 而互联网及时通讯软件电报表示 将会把内容含有 号召参与暴力活动的 频道及贴文删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英国的利物浦警方 日前也宣布为了应对 可能出现的骚乱局面 在利物浦的南部 也是48小时的驱散令 并且增加巡逻警力 而驱散令将会持续到当地的时间 8月8号的晚间7点 根据驱散令 英国警方有权命令 已经参与或可能参与 反社会行为的人士 离开指定区域 而警方提到 出台驱散令是为了要预防骚乱的发生 不遵守驱散命令 属于刑事犯罪 可能会导致监禁或罚款 而驱散区内 警察被赋予额外的权利 以应对再实施反社会行为 或是扰乱秩序者 英国最近多地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反对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而抗议活动也蔓延到首都伦敦 曼彻斯特 利物浦 以及布里斯托尔 还有赫尔 以及贝尔法斯特等多地 在部分的地区 抗议者大肆地破坏车辆跟房屋 这一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骚乱事件 英国各地大批的民众在7号联动 发起反种族歧视示威 在伦敦 有当地年轻穆斯林对本台记者表示 不会容忍极右翼组织在各地制造暴力冲突 但是也有穆斯林社区代表提出 以暴制暴 不能够解决目前英国的乱局 在伦敦西区的豪恩斯洛 当地穆斯林中心门前 7号有大批年轻穆斯林聚集 他们说来的目的是保护社区 当然也是在等待极有一势力成员 在街头出现 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墓 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厅 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厅 这是什么都在做的 我们不会冲击他们 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 我们会攻击我们 他们可以做什么 什么是你的最终的线 我的最终的线是 他们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教会 但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人们的 civil人 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 他们攻击我们的东西 我们将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有每个权 去抵抗自己 在这个国内 我们都会有自由 我们都可以抵抗自己 这是我说的 英国政府新增的 6000多名防暴特警 也在7号待命 应对任何突发状况 我们现在看到 在豪文斯路的镇中心 后面有大量的警察 在这条街道旁边不远处 刚才有一名男子 是被警察扣住了 警车很快地警告到旁边 将这个男子控制住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这一名被警方控制住的男子 是不是来自外地 或者是在当地的 这个极右翼团体的成员 或者他们支持者 但是当地的气氛 应该是比较紧张的 很多当地人 现在都已经是 站在街头来观察局势的动向 不过对于 不省自来的这么多年轻穆斯林 豪文斯洛当地 穆斯林中心的负责人 并不希望看到 以暴制暴的景象 在街头出现 不断劝阻他们离开 我们正确保证他们 由于早前有消息指 极右翼组织会在全英超过30个 有移民咨询机构的地点 发起新一轮示威 英国多地 从伯明汉 利物浦到布里斯托 都在7号发起了 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 就在我们在伦敦的西部 韩斯洛采访的同时 在这座英国的首都城市的 不同的角落 当地有大量的少数族裔的居民 尤其是穆斯林居民 参与到了不同规模的 反示威的行动当中 早前英国首相斯塔莫 也被建议要同穆斯林 当地的社区代表会面 进一步的商讨对策 另外在7号的时候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也对目前的乱象 表示出了关系 要求每天都需要向他汇报 最新的局势动向 风华卫视 曹杰 李默克 轮道报道 好 明报今天有报道说 英国爆发是将近13年来 最严重的骚乱 有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英国民众是支持 最近的反移民示威 但是也有将近九成的人士 反对示威活动当中 爆发的暴力骚乱 我们来看一下 YouGov在6号发布的 民调显示 85%的人反对近日的骚乱 只有7%的人认为 骚乱是完全合理的 而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骚乱是由暴徒 恶棍 还有种族主义者 以及其右造成 但是有9%的人 将示威者视为爱国者 虽然说有九成的人士 都认为暴徒要为骚乱 来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 但是社交平台也被视为 挑起紧张局势的主因 其中86%的民众 将之视为骚乱的关键推手 另外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 7号也发布了公告 提醒在英中国公民 包括中国游客 要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公告说 英国多地近来多次发生 骚乱和社会治安事件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 再次提醒在英中国公民 包括中国游客 密切关注当地治安状况 避免前往事件发生地点 及时注意使领馆 连续发布的安全提示 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 需及时报警求助 并与中国驻英国使领馆联系 汪汪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 等您关注更多时事要闻 一会见 接下来跟进是孟加拉国的 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尤努斯7号已经从法国 启程回国要出任国家的 临时政府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 当地反对派在首都打卡 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 其代理领导人要求 尽快地举行选举 尤努斯当天在法国成绩前 呼吁国民和政党冷静 停止暴力 准备重建国家 被问及核实会举行大选 他表示目前这个问题为时尚早 未能决定 孟加拉国爆发持续反政府示威后 前总理哈希纳辞职流亡海外 总统谢哈布丁 政党人士 国防部长与学生领袖等举行会议 决定推举尤努斯担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 尤努斯一直是哈希纳的反对者 因其创建的乡村银行 在2006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他因为担任巴黎奥组委顾问而身在法国 孟加拉国陆军总参谋长扎曼表示 尤努斯领导的临时政府 最快将于8号宣誓就职 与此同时 主要的反对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在首都达卡举行集会 流亡在外的代理党主席拉赫曼 通过网络参与 要求尽快举行选举 拉赫曼的母亲 有病在身的前总理奇亚 也发表了她自2018年至今的首次公开讲话 敦促民众不要走上摧毁的道路 要用爱与和平来重建社会 敦促民众不要走上摧毁的道路 西亚此前因涉嫌贪腐 在2018年被判有罪并且入狱 此后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 允许她出狱但不能出国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娜辞职 并离开孟加拉国之后 为了确保国内安全稳定 军方正在促成建立临时政府 并且召集各个主要的党派来开会 就包括之前的反对党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在临时政府达成一支之前 首都达卡基本上是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 而警方暂时退出履职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街头 现在宵禁已经解除了 但是许多公司其实还没有恢复上班 那么现在这个达卡市的这个交通秩序 处在一种军方和学生共同管理的状态 那么从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情况 这个达卡市的这个交通车辆车流 还是非常多的 整体来讲呢比较有趣 从我今天看到这个情况 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受到的影响 也比较有限 很多这个指挥交通的学生 他们都带着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实际上是 他们的学生证 这些学生呢 是这次活动的主力军 现在又共同维护着交通秩序 他们甚至在老城区里的一个交通枢纽里呢 建立了一个指挥部 我们今天下午参观这个指挥部 并采访了学生代表 学生代表表示呢他们 呃就是的主要诉求 其实是要恢复这个交通枢纽 而且要重建拯救这个国家 但是呢 孟加拉国现在的政局 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 许多外国人都在持续的撤离 呃 孟加拉国的抗议 以及暴动 产生的呃 死伤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人 而且许多政府呃 机关呢受到了就攻击和焚烧 呃 7号 呃 洛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德主 尤鲁分导出任呢 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首席贵任 将领导这个临时政府 凤凰卫视 杨诗言 孟加拉国首都打卡 现场报道 因为不满公务员的配额制度 孟加拉国近期发生了严重的抗议暴乱 在孟加拉国生活的华人 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有当地的华人说 孟加拉国目前仍然有打砸抢事件发生 有不少的华人因为担心局势再多恶化 已经返回中国 在孟加拉国首都打卡 经商生活多年的华商王先生说 在打卡郊区仍有不少打砸抢事件发生 而持续数周的暴乱 也给在孟加拉国生活的华人造成了不少损失 现在的基本上的生意都停掉了 比如说酒店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 那大家基于一个恐慌的原因都不敢过来 还有其他包括港口也好 运输也好 然后包括一些成衣厂也好 基本上目前都是停滞状态 华人的一些产房 那据我知道的至少十几个以上了 完全统计至少十几个了 华人的一些厂房 一些店铺被砸 但是没有说是针对华人 现在还在观望的一个态度 现在大家都不好说 不知道接下来 他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会怎么样 但是有些受到损失的 或者说有些觉得比较悲观的 开始慢慢地在撤离 目前孟加拉国所有的警察和安保人员 都处在罢工状态 生活在孟加拉国的华人就表示 担心自己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尽管抗议暴乱活动有所缓解 但仍不敢轻易走出家门 新闻播了 整个孟加拉有400家警局 全部都被打了 打砸了 而且里面的步枪全部都丢了 所有警察他们也是不在上班的状态 然后呢 所有这些治安事件 一律都是由军队来接管的 但是军队的话 感觉这个力量还不是很大 现在比如他们之前晚上有警察巡逻啊 什么的 现在没有建军队晚上巡逻 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 然后呢 有的人他就不是为了游行呢 他就是趁我打劫的这些 就怕被人盯上 而且他们也不分金红皂白的 但是这是有个中国人有钱 或者是随便说一个 他们都会跟风的 一会儿去侵犯你的这个权利 6号中国外交部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孟加拉国局势 中方真诚希望孟加拉国 早日恢复社会稳定 当地时间7号下午 中国驻孟加拉国领事馆 已要求所有在孟当地华人 登记个人信息 并表示将为在孟中国公民 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服务 在尼泊尔有一架观光直升机7号 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山区坠毁 当时机上了4名中国乘客 还有一名尼泊尔飞行员 全部遇难 尼泊尔总理奥利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直升机残骸落在树林中 残骸着火冒烟 救援人员展开搜救 并用塑胶布覆盖遇难者遗体 事发当地时间7号下午 据尼泊尔民航局表示 一架载有三男一女乘客的直升机 于下午1时54分 从加德满都前往拉苏瓦县 直升机在起飞三分钟后 与加德满都指挥塔台失联 最后于距离首都57公里的 努瓦科特省西沃布里国家公园坠毁 当地居民看到森林起火便通知警方 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索 尼泊尔警方表示尼吉飞行员已遇难 于直升机残骸中发现共5具遗体 尼泊尔总理奥利当天对事件表示悲伤 并召开内阁会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 设施的观光直升机属尼泊尔王朝航空公司 事故发生后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并成立工作专班 协调尼方相关部门妥善处置坠机事故 及联系遇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大使馆同时再次提醒在尼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 注意雨季出行和旅游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上个月胜出总统选举 却被指涉及舞弊 智利总统伯利奇计划表示 对马杜罗试图进行欺诈毫不怀疑 又指责马杜罗政府 近月严重侵犯人权 镇压示威者 认为不可接受 伯利奇在记者会上表示 对马杜罗政府与总统大选内 试图进行欺诈毫不怀疑 并且强调 只会承认由独立国际组织 所验证的选举结果 自上个月到28号大选之后 智利以及阿根廷等多个美洲国家 不承认马杜罗获胜 而巴西墨西哥 期望马杜罗政府公开详细的选举计票数据 当地的选举委员会早前表示 马杜罗以51%的得票率胜出 引来反对派对舞弊的指控 反对派表示 反对派的候选人 刚萨雷斯才是本次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而无战事要关注 摄罗斯当局7号表示 连续两天在南部的库尔斯克州 与越境入侵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展开机展 那么这一次也是2022年2月 而乌冲突以来 双方在俄罗斯境内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举报已经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 31人受伤 当中就包括了6名的儿童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就召集了 政府成员还有军方负责人等 举行事项会议 讨论库尔斯克州的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 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 邵一谷等政府成员 军方负责人举行事项会议 讨论库尔斯克州局势 普京表示 乌军使用各类武器 对库尔斯克州进行无差别袭击 包括使用导弹袭击民用建筑 是又一次大规模挑衅 要求各地区积极为库尔斯克州提供支持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 乌军6号起对库尔斯克州发起进攻 目的是占领俄方领土 俄军地面和空中力量 已阻止乌军推进 乌军在行动中至少100人被击毙 215人受伤 另有包括7辆坦克在内的 54部装甲装备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发通报指 乌军第22机械化旅近300名武装人员 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支援下 6号对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州 俄乌边境的边防阵地发起进攻 俄军对进入边境地区的乌军 和乌克兰苏梅州境内的乌军实施打击 摧毁了乌军一些坦克和装甲车辆 乌军此次攻入的苏甲镇 是俄罗斯通过乌克兰 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 最后一个过境运输操作点 距离东北方向的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 只有80公里 为确保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受保护设施的安全 俄罗斯国民禁卫军 采取了额外措施保护库尔斯克核电站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以下令要求库尔斯克州 临近其他州设置临时安置点 以安置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疏散居民 目前乌克兰方面 暂时未有回应行动 而苏梅州当局就强制6000名居民疏散 指当地局势紧张 但仍然在乌军控制之下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密尔诺夫表示 地方政府已组织超过200名居民 撤离遭洗地区 另有数千人乘坐私人交通工具撤离 鉴于周边境地区继续面临严峻形势 决定库尔斯克州7号起进入紧急状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方面的消息 哈里斯在宣布竞选搭档沃尔茨之后 美国各界对于哈沃佩到底有哪一些回应 而特朗普扬言即将要与哈里斯辩论 对于美国大选走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平俊早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杨子的详意 大家好 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7号在电视上批评哈里斯的心境副手 沃尔茨为激进的左派 并表示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与哈里斯进行总统的辩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在福克斯新闻上电话连线 批评哈里斯6号选择的副手 沃尔茨在移民和性别问题上 过于自由 是激进左派 特朗普回忆称 2020年沃尔茨因害怕家门口的抗议人群 向他电话求助 当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收到沃尔茨一通很好的电话 我们正在密切合作 尽快满足他的需求 好事正在发生 但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以及沃尔茨发言人说明 沃尔茨向特朗普电话的内容 与抗议无关 而是请求增援新冠的个人防护装备 提高显测能力 让更多的商户尽早重新开业 特朗普还表示 计划在不久后 与哈里斯进行总统辩论 3号特朗普在设媒上发文称 取消原定于9月10号在ABC新闻的辩论 要求改为福克斯新闻主办 9月4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 截至目前 哈里斯方位对此做出回应 凤凰卫视 孙海若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 随着哈里斯的副手人选公布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 都聚焦在这位来自于 迷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茨的身上 包括福克斯新闻者 聚焦于沃尔茨的财务的状况 数据显示沃尔茨的个人财务方面的记录 简单到令人惊讶 据了解沃尔茨不持有任何的股票 他的家人也没有持有任何的股票 另外根据沃尔茨在国会最后一年 以及担任迷尼苏达州州长期间 被披露的消息显示 他没有任何的基金 债券 私募股权和其他的证券 另外也没有任何出出的协议 演讲费 也没有任何加密货币 报道指出沃尔茨甚至没有房地产 在他们搬进州长管理之后 他以低于31.5万的价格 出售了他们在迷尼苏达州的住宅 报道指出 他们的唯一的投资 是来自于州的养老金 报道称 这对于民选官员来说 这一切都极不寻常 卫山报则聚焦于自副总统哈里斯 在周二上午宣布他的竞选搭档 截至到周三的中午 也就是今天中午 哈里斯与沃尔茨两人 在24个小时内 已经筹集到了3600万美元 截至到周二的晚间 两人在几个小时内 就已经筹集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官员表示说 这是他们竞选周期过程当中 筹款最好的时刻之一 反映出的是 民主党人对于哈里斯 选择沃尔茨作为竞选搭档的热情 据了解 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副总统哈里斯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 一个礼拜里面 哈里斯竞选活动 一共筹集超过2亿多美元的资金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美国焦点 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好的了解 也谢谢平均带回来的分享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一会儿见 接下来看到军事消息 就在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 联合海军某登陆舰支队 在南海海域开展 悬停加油 侦察巡逻等多项的模拟 舰机联合训练 为部队后续沿海作战 来积累宝贵经验 随着塔台命令 直升机一次升空 首先展开悬停加油训练 这不仅严格考验着飞行员 对直升机的操纵把控 也检验着舰机的协同配合 首轮飞行结束 直升机平稳着舰 机务官兵文令而动 检查 补给 整个流程一气合成 为做好直升机海上训练 期间的各项保障 我们精心准备 反复训练 随时拉动 随时就位 缩短了直升机出动的时间 直升机再次升空 展开新一轮 着舰飞行训练 飞行员要在逆光和侧风影响下 不断调整飞机姿态 完成降落着舰 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 官兵的技能与默契 此次舰机联合多科目训练 进一步检验了 装备远海条件下的 各项实战性能 有效提升了装备机动性 制空时间和远距作战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 7号会见美国驻港总领事 梅如锐 崔建春向对方介绍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并就近期美方涉港负面言行 表达了严正立场 崔建春就敦促美方共同落实好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 双方也就促进香港特区 和美方相关领域的对话交流 和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2024年深圳市地方政府 债券境外发行路言 7号在港举行 本次是深圳市第四次 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债券 总发行规模合计 不超过70亿元人民币 深圳市人民政府再度来港 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 发债规模由过去的50亿元人民币 扩大至70亿元人民币 发行债券种类包括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和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 发行期限为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期 并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感谢深圳市政府 对香港金融服务的支持和信任 连续四年来搞发债 深圳市政府 今年也是首次 发行可持续发展债券 而且首次发行 十年期 长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债券 进一步的 丰富了香港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 也增强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活力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充分地体现中央政府 权力地巩固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立荣表示 近年来 深港在金融领域开展一系列务实有成效的合作 深圳赴港发债既是先行先市 也是两地加强金融合作 推进湾区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右翼里程碑 活动现场由深圳市财政局局长赵忠良进行录研演示 就深圳市发展历程 发展现状及信用实力进行介绍 并就深圳市未来发展目标进行展望 吸引来自加拿大 英国 韩国等国家的33间投资机构到场了解情况 而就本次债券发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不仅有助于深圳市人民政府融资 更将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 促进两地绿色金融合作 凤凰卫视王叔 香港报道 马上会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美股周三正是变连变蛮快的 因为周三走出了先深后跌格局 而当中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更下跌超过1% 那有关于更多的美股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一下 本台中有约记者庞哲发回来的总结 我们来看星期三火 而且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出早时开盘的时候是跳高开出 随后全天的都是走势震荡收盘时 分别是下跌作手 早时主要是受到隔夜 所以日本央行决定暂时停止提醒计划 所以市场上对套利交易资金回转的负面利空消息的冲击忧虑性稍微简单 所以投资人开始将资金从债券以及其他的避风项目撤出 涌入了市场追捧价格跌幅比较大的一些大型的机油科技股 其中包括英伟达公司 脸书 微软公司以及谷歌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在早盘呈现上升之后 在收盘之前又遭到投资人的获利回头分别是以下跌作手 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Jimmy Diamond对CNBC表示 他认为美国经济还有35%到40%可能会进入衰退的这种几率 所以对市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忧虑 另外公司盈利消息也开始重新成为投资人关注的焦点 盈利造好的都是受到市场人士的追捧 Shopify一个是零售销售的软件平台上升18% 是二级盈利正好 但是呢是超级微电脑公司则是重挫20% 是因为第四季度的盈利不被看好 而B&B也是第二季度盈利不如期出身了 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下跌幅度14% 同时比特币也是呈现下降 拖累相关的交易平台公司Coinbase的股价 也是重挫7% 标普Y指数 11大行业股当中三大行业领跌 消费原材和科技类股 而公用金融民生能源呈现上升作手 道指当中则是苹果公司胜负最大 首盘时时间长占收益率是3.95% 油价上升2.77% 75块2毛3亿桶 而肩价仍然是震荡走高 2438.81美元 一盎司作手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富宏文士旁哲 六月报道 那么对于美股本周经历黑色星期 美联储面临降息的压力 美国白宫在7号表示 尽管美国经济的出现了一些波动 但还是依然具有韧性 而美联储将会自行决定货币政策 白宫不会干预 美国白宫7号承认 美国经济存在波动 但总体依然充满韧性 多项经济指标仍然向好 包括美国4.3%的失业率仍然很低 过去三个月通胀下降到2.5% 工资水平持续上涨 连续14个月上涨幅度 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 国内生产总值在上个季度 增长为2.8% 实际上美国劳工部公布的7月份 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4万 低于6月下修后的17.9万 失业率也从4.1%升至4.3% 这位9月美联储降息扫清道路 白宫表示 美联储将自行决定货币政策 白宫不会干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状况 自2023年7月以来 美国利率保持不变 但如果就业继续降温并满足其他条件 9月可能会降息 不少经济学家预计 美联储将于9月降息0.25个百分点 并在11月和12月继续降息 今年共计降息75个基点 凤凤凤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 这家巴菲特局长的控股公司截至二季度末持有的短期美债规模约2340亿美元 超出了美联储持有的规模 据CNBC周三援引 博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财务报告 截至二季度末 谁家巴菲特执掌的控股公司拥有的短期美债规模达2340亿美元左右 超出美联储截至7月底所持有的不到2000亿美元短期美债 当前美国一个月期国库券利率达到5.5% 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期利率在4.5%到5%之间 这意味着巴菲特持有的美债 每年可以为它带来的利息达百亿美元 监管文件披露 在全球市场包括美股本周遭遇抛售之前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苹果股票持仓锐减至840亿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巴菲特抛售了近一半的苹果持仓 过去七个季度巴菲特持续减少股票持仓 在二季度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水涨船高 达到近2800亿美元 新冠疫情后美联储持续扩表 累计购入5万亿美元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 以此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不过自2022年6月联储开始缩表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当前仍维持在5.25%到5.5% 是23年来的最高位 凤凰卫视陈飞飞张兆雨纽约报道 好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巴里奥游会进入到第12个比赛日 中国队与花样游泳集体技巧首次夺得了奥运金牌 另外中国队在举重项目当中表现出色 选手李发斌在男子61公斤级项目当中 以超第二名7公斤的巨大优势掌握金牌 而这也是国家队在巴里奥运夺得的首面举重金牌 据侯志慧在女子49公斤级夺金成功未免 其中侯志慧的停举成绩刷新 之前由他创造的奥运会记录 巴里奥运花样游泳集体项目 中国队以技术自选的313.5538分 自由自选的398.8917分 技巧自选的283.6934分 达成996.1389分的总分 遥遥领先其他队伍排在第一名 摘下中国花样游泳队首个奥运金牌 迎来历史性一刻 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李发斌在抓举项目 顺序试举137公斤 140公斤和143公斤 全数成功 第三举更刷新奥运记录 拉开优势 到了停举项目 李发斌从167公斤开始尝试 第二举成功 总成绩排名第一 李发斌在第三局挑战172公斤 可惜未能成功 但仍能凭总成绩310公斤未免 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决赛 中国选手侯志慧已抓举89公斤 停举117公斤 总成绩206公斤 成功未免获得金牌 其中停举成绩 刷新了之前由他自己创造的奥运记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黎奥运会结束了第12个比赛日 中国队在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当中 首次夺得奥运金牌 另外中国选手侯志慧 还有李发斌 分别在举重女子和男子比赛当中 成功未免摘得鬼关 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奖牌榜 目前的中国队是以25斤23营17桶 暂居第二位 美国是以27斤35营32桶排在榜首 澳大利亚是以18斤12营11桶 位列第三 中国香港是以两斤两桶排在第24位 中华台北位列第42位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